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今天的TVBS看世界 我是叶佳容 我相信呢从昨天开始大家都感受到了 4月3号花莲大地震之后的余震 尤其是在今天凌晨呢 大约2点26分的余震 规模是有达到6的 而这也导致呢在花莲市区的富凯大饭店 出现了倾斜的情况 一开始的角度呢只有12度 不过随着今天白天陆陆续续有余震 现在呢这个倾斜的角度是增加了 而这个地点呢其实它的腹地非常小 附近邻近的这个房屋也很多 所以富凯大饭店的拆除工作 可能会比天王新大楼还要困难 大楼已经倾斜 余震一来不止车上下剧烈晃动 连路牌也疯狂摇 工程人员全力成四先到安全地方避难 拆除钳制作业一边进行还得注意余震 工程车辆不断倒下沙石 在大楼旁边堆积小山丘 并将铁制维力拆除 防止倾斜幅度增加 工程人员忙前忙后 过程中不只拆还要稳固建筑 有了先前经验似乎流程更驾行就手 看到真的有吓一跳 对啊 后面还一动也好 所以家里就想说离很近嘛 回来看一下 回来试一下 你现在安置在哪儿 一样在家里面啊 那不用撤离吗 这里离那么远用不到啊 富凯大饭店位在花莲中山路上 也就是金三角商圈的中心地带 距离东大门夜市步行只要5分钟 甚至走路也能到知名景点 这一阵附近店家都大受影响 今天就是不一样 因为昨天5点开始就遗震 然后震到刚刚刚才还有在这 大楼倾斜12度后余震不断 早上8点出再次监测顶楼水平距离 发现往前3.5公分 代表倾斜程度恐怕已经大于12度 预计调放48块5吨的小破块 目前已经跌了大概3公尺了 那目前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完成 6公尺的那个田土的作业 那明天会进行行钢的支撑 那顺利的话应该是 明天下午过程是后天早上 开始开始采除的作业 因为大楼布地小路幅宽度窄 临房也比较多受限程度高 难度甚至比田往新大楼还要困难 首要目标就是尽速排除状况 避免补给无辜 DBS新闻王新唐林立 江云蔓延盛范花莲采访报导 而另一栋倾斜的统帅大楼 其实在4月3号的花莲强震过后 本来就已经被贴上红单 被列为是围楼了 不过没有想到呢 这个拆除工作还来不及进行 现在又碰到了这么强烈的强震 灾情是变得更加的惨重了 像楼的三楼竟然直接变成一楼 大庭有地动 原本支撑在大楼旁的多根梁柱 再也沉不下去 瞬间倒塌 阳起大量烟尘 花莲同帅大楼经过4月3号 规模7.2大地震 建筑体倾斜 外部瓷砖脱落 才被列入红单排柴 没想到三周后再多遇上 梁起规模6以上余震 终于支撑不住 房屋结构软卡三楼瞬间变一楼 从收大楼原先的支撑 钢梁变形上午已经全部拆除 改成像这样子一辆一辆的货车 再来大量的废土石 堆在最下线的地方来做支撑的作用 尽管住户早已撤离 但看到原先住家变得支离破碎 心情也大受影响 是很难过啦 对 一定会很难过 其实没有想到它会突然的倒掉 可是我昨天上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有比较邪 因为我的门已经不好开了 三周前大楼住户原本陆续都还能进到屋内 带走财物 没想到水手记录家中震后惨况 物品东倒西歪的画面 成了对家中最后的印象 还有住了七年的住户 350公斤保险伤 还有钢型搬不走 只希望拆除大楼时可以用其他方式搬下楼 就是因为飞动又早了 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去再调其他的机器来 再去做调诅 你真是谁在那里 主政过后同帅大楼倾斜更加严重 幸福业家派机具进场 预估要花费两周拆除 不过大楼住户心情在4月3号主政才稍微平复 怎料接连的余政再度冲击 TBBA新闻玲珠江云曼花莲采访报道 花莲目前被列为是红黄丹围楼的建筑 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市区 不过这整个认定鉴定的过程 必须是要由里长来主动通报的 目前政府也很担心 可能会有其他的大楼有危险 不过还没有被发现 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来做个 全市的围楼大体检 四十三凌晨的强震把花莲这两栋 包含富凯大饭店 以及这间后方的统帅大楼 通通给震倒了 地点都位在市区 而且这两栋楼的距离 相隔短短三百公尺 一条公正街走到底 这里平时就是市场业者摆摊集散地 附近多数是低矮平房 无奈这两栋 十层楼高以上的建筑都耐不住强震 虽然造成不少灾损 好在青岛时间在凌晨发生 否则 每每假日有满满游客 到大名店排队消费 真有个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大自然的无情 确实让花莲市区 近期不少建筑被震道倒塌 或是成为被贴上红丹的围楼 首先是公正商圈 中山路上的富凯大饭店 巷子走到底就是统帅大楼 距离很近 下方东大门夜市旁 岔路处是天王新大楼 靠近海岸线 还有北冰街2号6号 周遭因为拆除作业通通管制 而博外街52号这栋民宅 也被列为优先拆除户 每栋之间最远距离 不超过1公里 唯独2018年岛的云翠大楼 距离约2公里远 非常时期也就让人思考 建筑大体检的重要 富凯饭店附近 已经有其他大楼 出现这种威胁结构的 X型裂痕 但如果当地里长 没有协助通报请人来检验 安全就被打了个问号 就接缝的地方 裂开 会跟我们的民政客 跟建设客 也都会跟里长说 那也会请你干事 去下去的一个部分 去做一个了解 天灾南方 但类似倒塌情况 不能再发生 TWC旅游文化 王石堂林立江湖君 花莲报道 这两天余镇的镇阳 都集中在花莲的寿风厢 像是这里的延辽村 有之前被贴红丹的民宅房屋倒塌 另外是私人的墓园 梁柱也应声断裂 路面全是破裂残骸 花莲县寿风厢 树光海岸民宿 两层楼高的建物倒塌 经不起23号 余镇狂摇先是一根断裂 接着整栋直接崩塌 没有 我们都在这边 有9点多的那里那个镇 那一镇的时候就 就塌下去 他们先拆除了 他们有这个 補助的方案 96年了 近30年的建筑物能咖 这里是寿风厢台11线 8.2K处的树光海岸民宿 0403地震后被列为 红单危机撤离旅客人员 这回坍塌没造成伤亡 目前那个固海营区 再进去往山里面 还不敢进去看 因为一镇还是不断 不敢进去看 他上面是没有住人的吗 有有住人 还是有住人 没有没有 目前都没有 22号凌晨至今大小 余镇不断 镇央全集中在寿风乡 海岸山脉林顶断层两边 包含23号凌晨2点32分 规模6点3最高震度5落 集9点28分 三级规模3点6 9点22分四级规模4点7 还有10点21分五落 10点18分规模3点7等 总计超过140个 有感地震都在这 所以原本就规划要换 换到这边 顶领路半山腰的东山安乐园 入口办公厅设一楼梁柱断裂 地板塌陷两层建筑物也受损 业者就说原先另一侧规划盖新厅设拆除旧楼 没想到载玉强震 还好没重大财损 人员也平安 园区内包含纳古塔及墓园都没受影响 请家属放心 TVB的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而花莲受风箱的另一个地点 我们来看呢是在水莲部落 有房屋出现大面积的军列 让很多在地居民是彻夜难眠 通通跑到大马路上来避烂 而另一个镜头呢 是在封冰箱的高山部落 余震之后土石坍塌 也阻断了上山 唯一的道路 铁皮屋顶整片掉落一楼 砸中门前停放的电动代步车 挡住大门出入口 红庄围离倒塌粉碎 其他住宅灾情同样严重 前院后院都是一片狼藉 瓦斯桶盆栽各种杂物堆叠 连水塔都裂开一条大缝 走进屋内更是惨不忍睹 厕所隔间四分五裂 墙面瓷砖崩落门窗变形 梁柱露出钢筋 居民无奈好好的家被余震搞破坏 我都跑出来啊 都在外面坐啊 不敢进去睡啊 一进去就会那个地震就咬得很胖啊 我们家里里面的东西都垮下来啊 什么东西都 你这样不敢去那个去整理啊 昨天晚上怎么休息 附近居民车眼未眠 闭上眼睛几分钟又被余震惊醒 这里是花莲水莲部落 也是猛烈余震的镇央 不少房屋大面积军裂 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严重不足 大家都没有睡觉 一直都在外面 那是不是请求外面的资源 让我们有一些帐篷 受灾户还有封冰箱 积齐村高山村落的居民 突使摊坊阻断上山的唯一道路 哇 整个风死 没有路 工作结束竟然回不了家 居民只能暂时找地方避难 有家归不得 身心灵都是煎熬 地别新闻高志宏 蔡新宇花莲采访报道 确实呢 我想从昨天到今天的余震 都让大家是心有余悸 我们透过一个数字来看 就知道呢 到底有多夸张了 其实呢 这两天呢 从应该说从4月3号 花莲规模的7.2强震之后 到今天为止 主震呢 跟余震的次数 就已经有1205 都有多达1205起 是数字上是非常多的 那特别是从昨天的傍晚到今天 可以明显感受到呢 次数 频率 还有这个震度呢 都是明显的 变得频繁 也变得比较大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听听专家的说法 像是呢 这个地质系的教授呢 他就表示按照过去的记录 其实呢 这个这次强震的镇阳 风冰箱受风箱 附近呢 规模6.5以上的地震出现之后 会有所谓的密集的这个地震群 不过过去的这个形态通常呢 它会是能量比较低的 通常如果达到这个规模5跟6的话 次数是很少 不过这次很特别的是呢 次数很多 而且深度也是比较浅的 所以他推判呢 可能是这整个地区的地壳 都有破裂的情况发生 那另外是地震侧暴中心的主任呢 他认为这次的情况呢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 可能从4月3号到最近 本来的这个集中的能量都是在正央的北边 不过现在呢压力是往南边跑了 从昨天傍晚开始呢 就是一个其实点 那根据呢 他的研判 可能半年到一年这段时间的地震 都算是0403大地震的余震 不过从经验上判读呢 规模应该是不会超过6.5甚至是7的 不过其实从4月3号到今天为止 这些余震已经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个能量的这个大的程度呢 根据地震次报中心前主任郭凯文的说法 是像42颗的原子弹这么大的 不过其实呢 当中有39颗都是4月3号当天释放的 这几天的能量其实只有大概三颗左右 地震虽然非常多 不过其实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 大家可以不用这么的担心 虽然正央呢 往这个陆地移动 好像是比较麻烦 让房屋也比较容易倒塌 就像目前的台湾的整个灾情 不过其实呢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因为可能很快就会结束这个循环 不过其实在地震发生 当下有很多令人觉得暖心的画面就流出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段呢 是在这个医院的病房里面 当下有护理师赶快冲到床旁边 去照顾刚出生没多久的新生儿 来到台中文理酒店露天泳池 本来想要好好放松 突然举列摇晃用吃力的水 瞬间涌出 而台南这名护理师强症当下 立刻稳住护着十名新生儿 向左推床聚集在一起 另外诱人深夜睡到一半 直接被咬醒 越晃越大力 台北女子赶紧起身 护着孩子 生怕一个不小心会有东西砸下来 连家中的爱猫也仓皇逃命 23号凌晨2点26分 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地震 本来以为地震停了 结果32分 花莲兽风向又发生6.3地震 意外好几震无法再睡下 毕竟担心会有更大的余震 而不止人儿会害怕 还有狗狗吓得不敢回房间 整晚趴在楼梯上留守 我之后就醒了啦 对 就没有再睡了 余震不停 商家也好哭闹 像是小北百货 北部店面货架商品成了骨牌 激烈倒下 散落在地上 不过相对高单价的酒柜 有特别防护措施 我们的货架也都有做一个保护的狠感 而23号早上8点08分 花莲又发生瑞士规模5.8地震 高架轨道捷运 包含桃源机场捷运 新北长安园区往台北停驶5分钟 北街温户县突然停驶又复试 大大小小余震不断影响的 不光是全台民众心情 大众交通运输也因此延误停驶 短时间内恐怕频繁发生 大家得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TB新闻杨清澎自身台北采访报导 而这几天的余震 最让大家担心的是 它不止次数变多了 而且呢震度也通通都还不小 我们来看呢 这个是中央大学的地质研究所教授 他的说法 他说确实是不太寻常 因为照理来说呢 余震应该会随着时间 慢慢的演变变少 也变小了 不过从21号开始 我们观察到呢 台湾规模5以上的余震 次数其实蛮多的 虽然刚刚说 他觉得呢 好像是有蹊跷 不过老实说也没有这么意外 毕竟呢台湾是地震岛 那我们随时随地呢 都要有这个所谓的防灾意识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长期的趋势 难免会有一些变动 到底算不算异常呢 我们还需要做后续的观察 那另一位专家学者呢 是台湾东部电阵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说呢 其实这几天这个余震的状态呢 非常像1951年纵骨断层地震之后的余震序列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呢 在镇央附近的这个余震能量 是先北后南的 而这个序列呢 其实目前才刚刚开始 所以很多人在问的是 有没有可能呢越震越大 最后会有所谓的超级大地震出现呢 它的研判是很像余震的序列 所以呢 应该不是大地震的前兆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序列其实呢还在开头 之后呢随着时间 它也会慢慢慢慢的来去地解 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恐慌 只要有防灾应该有的意识 只要知道地震的SOP呢 都是可以来确保自己平安无事的 不过其实这一次的好几的 好几起的余震 特别是昨天深夜 发生在大半夜 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那是在花莲呢 有一群中途之家的少年 他们被震到呢 根本就无法好好入睡 全部跑到街上去避难 8点多花莲发生规模5.8地震 受风花莲大桥距离摇晃 路标电线杆也不断的晃动 蓝色乡型车驾驶件状 立即停在路口 不敢开上桥面 而天摇地动 连小鸟都感受得到 马上停在路标上 左顾右盼查看情况 4月3号花莲大地震至今 已经发生超过千次的余震 尤其从4月22号傍晚5点多开始 一路震不停 晚间10点11分的一震规模 来到5.9 23号凌晨2点多 接连两起地牛翻身 最大规模 甚至来到6.3 嚇坏不少的民众 一有余震麻生尖叫爬下躲避 来自花莲凯歌园中途之家的少年们 暴受地震煎熬 少有余震晃动走非常的紧张 昨天2点多地震那一次很大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空地外面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原警主任表示 0403主震把圆区的房屋整坏 孩子们先被安置到花莲借菜总会 而接连不断的余震也吓坏 这些小朋友让他们不敢入睡 还有家长深夜被震醒 立刻转身护住床上的孩子 感受到强证威力不敢大意 我觉得很可怕 我连上厕所都不敢 有民宅墙壁甚至被震破一个大洞 花莲民众也因为余震不断 听了整夜的国家级警报 根本就怕到睡不着 许多民众跑到大马路上避难 只希望不要再震下去 尽快恢复平静生活 這幾次地震呢 其实已经蛮可怕的了 不过我们真正要小心的 可能是所谓的海溝型地震 什么是海溝型地震呢 专家就提醒了 特别是花莲要特别的当心 那这个海溝型地震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呢 它摇晃的程度可能会更大 摇晃的时间很可能会更久 另外就是呢 在台北市中心的大楼 摇晃这么久又这么大 很可能是会倒塌的 主要呢是因为呢 这个海溝型地震呢 它的这个低平坡是非常丰富的 而这会导致呢以台北盆地来讲 会出现呢软弱土层的反应 变得比较大 也导致呢这个震荡的幅度 自然而然就会加大 所以十多层的大楼来讲呢 等于是它的水平震动幅度 也是会跟着扩大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台北市 如果以近年来 这两次比较大的地震来看 在0403地震的时候摇晃时间大概是一分多钟 而921大地震当时呢是1.5分钟 不过如果这个海溝型地震真的清洗台北 在台湾发生的话 那到时候呢可能摇晃的时间 会直接长达到三分多钟 你就可以想象呢可能会 让整个灾情变得更加的严重 我们来看别的国家的例子 像是在墨西哥之前就曾经发生过这种海溝型地震 而当时呢是造成了首都有三分之一的房子 通通都受损 那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大楼楼层呢 是梁柱直接断裂 那楼板呢也叠成了三明治的形状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海溝型地震的破坏力 其实是非常大的 不过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921大地震之后 我们的法规只是做了蛮多的调整跟改正的 比如说呢之后就有更新这个耐震设计的规范 特别是台北盆地呢设计的反应谱就有特定的要求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呢 它的耐震度可以足以能够涵盖整个海溝型地震的 所以其实台湾呢是早有准备的 不过就像一开始说的专家特别点名花莲要小心 因为花莲呢它其实早在大概100多年前 就曾经发生过规模8这么大的地震 甚至不排除以后也会再发生 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员马国鳳指出 百年前在1920年 花莲外海就曾发生规模8的强震 而403强震与琉球海溝有关 能量可能还没完全释放 未来恐怕会有更强的地震发生 琉球海溝的地震潜势 1920年有到规模8.0 所以这种类型的地震 我们大家心里都要有一个防在上面的准备 那这次地震是比较偏向琉球海溝 但是也它是一个系统 琉球海溝 台东重谷 中央山脉断层 这整个是一个东部的断层系统 都是会有大的规模地震运震的可能性 也有学者示警 403地震恐怕会触动到周边断层 尤其是中央山脉断层系统 这次花冬纵谷断层引发的地震 与中央山脉断层相邻 地震强度大 能量释放出去 甚至牵动菲律宾海板块 与欧亚大陆板块交界处 在这个花冬这边来讲 断层系统 断层蛮多的 尤其旁边有一条叫中央山脉断层 在西边的路上 另外一个在东边的海里面 也有很多断层系统在那边 那所以往后这一两个月或是半年内 特别注意会不会有余震的发生 回顾2022年的918强震 袖孤链溪多座桥梁损毁 花莲玉里高辽大桥 就承受不住接连强震整座垮 中研院和台湾大学研究团队 日前研究发现 918强震就是中央山脉断层系统所造成 日理断层是其中一部分 当地断层带相当复杂 部分中央山脉断层罕见被压在纵骨断层下 让外界误以为是 源自于纵骨断层系统的池上断层 但经过分析发现 其实和中央山脉断层系统相关 918的事件事实上 地震发生是在池上这边 在台湾的东部 事实上我们讲 会有两个断层的系统 我们会称为 一个叫中央山脉断层系统 就是说它像这个是东西向的剖面 倾角向西倾斜的 这个就是中央山脉的断层系统 那还有一个是向东倾斜的 这个我们称为是 海岸山脉的断层系统 918的地震 它就是大概发生在这个位置 大概在纵骨这附近 那它是这个中央山脉断层 为主的错动 918我们可以确定 它就是中央山脉断层所引起的地震 中央山脉断层直地硬 长期蓄积能量 台湾发生大规模地震 是无法避免 民众居住地要避开断层带 做好减灾应变才能以备不时之需 TVBS新闻 黄冠伟 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只要小心地震 甚至也要严防豪大雨带来的灾情 甚至这两者互相影响都必须要小心 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 其实呢这个礼拜天气都是热热湿湿的状态 从23号晚间到24号会有大片的旺盛对流来扫进台湾 就会导致剧烈的降雨了 而这个降雨呢 主要就是因为封面的影响 不过这一波的封面呢 预计其实在礼拜四就会离开台湾了 不过之后呢 马上另一道封面又要来报道 所以连续两波封面呢 都会导致台湾都是这样子比较湿雨的天气形态 而从礼拜五开始呢 半个台湾都会红到紫暴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这个降雨的趋势来讲 假如呢蓝色是雨少 那越接近呢红色紫色是雨多的话 红到紫暴的意思就是呢 可能半个台湾都是这样子剧烈降雨的天气形态的 所以气象鼠其实就特别提醒了 未来一个礼拜天气会这么的不稳定 而且最近又地震很频繁 再加上连续降雨的话 山区会特别的危险 提醒大家最好不要前往 主要就是因为呢地震之后 很多土石已经变得相当的松软了 如果再下雨的话呢 土壤会吸饱水分 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山崩的发生 我们有做一些防落石炸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 一些碎子滑动过来 那上面的植坯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有加一些防冲石坦的 山区设有防落石网及防冲石坦 为的就是要防止雨后土石崩塌 山坡地的部分 我们会有几个关注点位 那这部分是地震来的时候 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巡看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一些土石流的浅室溪流 老旧聚落或者列馆的坡地住宅 还有一些是那个顺向坡 那个地质敏感区 或者是列馆边坡的部分 然后当然山区道路一定的 因为这个涉及交通问题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关注点位的部分 地震测报中心提醒 东部地区地质松动 可能一般小降雨就会导致土石崩落 呼吁民众抢灾留意 如果我们最近有一些好大雨的状况的话 其实土石会在吸水 那吸水之后又增加重量 其实都会增加它会发生山崩 或者是快体崩落的一个状况 所以像是山区的公路 或者是坐在山区的居民都要特别的注意 这两个礼拜可能雨震也会蛮频繁 那有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这个主震 这么大的震度会影响 后续的雨震可能也会加剧 这个一些崩落的现象 可以做的就是说提高警觉 那特别是就是说在 玻璃灾还是有一些这个迹象 可以做一些自我防范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山坡地上 它一些直升都消失了 变成很光凸的这样子的土壤露出来的 那表示说这块一个是说 可能发生过有发生的灾害 另外一个它是属于可能是这种 本来是属于逆向坡 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裸露的严惩 那这个部分就可能发生像花莲 这样子的落实灾害 尽量避免在这附近做活动 专家提醒若是原本就住在山区的民众 也要多观察住家周围環境变化 过去就曾在地震后 因为接连豪雨或台风发生二次灾害 一两年前这个花莲地震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情形 后面台风来了之后呢 它就发生了土石崩掉 道路修不好修 因为它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 那在921的时候也是如此 后续来的这些台风什么桃枝 纳粒都是地震之后 连续后续产生的新的一些土石灾害 今年如果台风来的话 可能要做很好的防范 国际上也有研究 下雨跟地震有重要关联 因为降在断层区的雨水 渗入浅层岩体 可能改变岩石强度 再加上高压 会使断层带上下移动引发地震 这个研究是纽西兰 然后它是有去分析地底下的一些水体 它也不是真的水 它已经变成比较深部的热液了 就热流 那这个东西它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地表的下雨那些水 那它怎么下去跟它怎么的作用 其实我们学家都还不是很知道 那以地震的尺度来说 它其实这个深度可以到很深的影响 它时间要会很久 你可能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现象 所以我们用短期的天气或者是气候来去 明清这些地震原因都还是很困难的 相关研究还有带科学更多实证 台湾山高坡陡宇宙水急 地震后别往危险的地方去才能趋吉避凶 TVBS新闻刘力成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而不只台湾会有剧烈降雨 其实大陆的南部地区天气最近也不是太好 我们就来看在广东的北部地区 四月份以来的降水 可以说是跟五六月会出现的龙舟水差不多了 有14个县市的降雨量 已经创下了四月份以来的历史新高了 而在详细的这个造成的灾损的部分 有四个人因此死亡 那当局是紧急转移了11万名的民众 也安置了25800多人 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 这一步的坏天气其实还没有结束 明天呢4月24号的白天 降雨的核心区域会在广东到福建沿海 虽然雨势呢看起来会明显减弱 不过到了25号可能要特别当心了 因为呢江南华南跟贵州这些地区 会再度出现大雨 局部地区甚至是大暴雨的等级 这么强烈的对流天气等于在4月25号 后天这一天呢就是最强烈的时段了 是这一轮的坏天气里面呢最糟糕的一天 所以其实呢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区域 另外像是呢广东广西还有福建等等 都要严防山洪还有土石流的发生 夹杂土石泥沙的浑浊洪水灌进广东民宅区街道 一辆白色轿车被强劲的水流冲到快速往低洼处移动 受困在一旁民宅的住户无奈又无助 经过几天的暴雨和狂风侵袭 广东一座桥梁断成好几节 桥梁忽然严重弯曲变形桥面碎裂 广东官方初步统计 16号开始的连续强降雨截至23号中午 已经造成4人死亡14人失联 转移安置超过13万人 一楼一楼过顶了 基本上一楼都过了 很多不过都提前现在都有提前做措施 很早都已经搬走了 就前年开始吧 现在是比较大的还有今年 从空拍画面看广东重灾区 韶关 清远 兆庆 江门等城市 几乎一半城区都被洪水淹没 目前监测广东多地四月降水量 已经打破历史记录 22号广东佛山还发生 船舶擦撞九江大桥 导致11名船员落水 四人失联意外 虽然官方还没公布事故原因 但不排除和恶劣天气有关 CNN同样关注大陆水患 报导提到大陆华南地区上千万人 因为暴雨洪换撤离家园 而陆媒讯息说明 这次极端天气 已经造成广东至少36栋房屋倒塌 48栋严重受损 当地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4亿人民币 TVBS新闻谢谢 李敏珍综合报导 而再来关注是中东局势 美国呢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是接连遭遇到了袭击 这一次呢是在伊拉克跟叙利亚 美军的军事基地是不到24个小时内 都被无人机跟火箭来攻击 也是2月4号之后呢 再度成为攻击的目标 不过不幸中的大幸事 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也没有太严重的实际上面的损失 我们分别看这两次攻击的细节 第一起呢在伊拉克是发生在安巴省的 阿萨德美军空军基地 美军是拦截到了两架试图攻击的无人机 而另外在叙利亚的部分呢 则是鲁马林的美军基地 是有被5枚的火箭弹给袭击 而幕后的黑手到底是谁呢 其实就是之前呢 伊朗在幕后扶持的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 而他们几乎是天天呢 都用这个火箭跟无人机去攻击美军基地 目的就是呢 要向美国来表达抗议 他们认为呢 美国不应该去支持以色列来进攻加萨 不过在攻击发生之后 他们其实呢也收到了一些反抗 向美国驻伊拉克呢 约旦的边境基地呢 遭到袭击造成了三人死亡之后 美国就对伊拉克呢展开了暴富的空袭 所以给了伊拉克一些压力 那伊拉克呢跟伊朗也联手 再来向这个武装组织来施压 最后他们是终于停手了 所以也让呢 这个这起攻击是暂时划下一个据点 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是中东美军的状态 那至于中东最大的战场 除了这个蚁一之外 那就是蚁八了 像在加萨的中部呢 最近就被发现有一家医院里面 竟然呢是有三百多具的遗体 似乎变成一个乱脏缸 而这些遗体他们的手脚都被反绑 疑似是遭到处决 接连两枚飞弹坠地爆炸 住着上百万难民的加萨南部拉法 再度遭到以色列的空袭 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 平民死伤有多惨重 外界难以想象 加萨的民防部门 近来就在中部的纳萨医院附近 发现一个埋着近三百具遗体的乱脏缸 疑似是先前以色列占领时期留下 有些遗体还双手双脚反绑 恐怕是遭到处决 就连美国也看不下去了 要查以色列侵害人权 不只是国务卿布林肯善意提醒 美国还可能对以色列一支 违反人权记录差的部队 祭出个别制裁 事前放话让媒体报道 警告以色列的意味非常浓厚 国家连会未被拒絕对 以色列的党中央 这是一个全男的党中央 它是由超级�文族的乱党 他们在2022年 在一年拼命龙兰典威人 只是现在美国国内顶尖大学艇 巴勒斯坦示威延烧 纽约大学跟耶鲁大学 都传出有警方闯入校园 逮捕资事者 法治法 法治法 而哥伦比亚大学示威者 還在校內扎營準備長期抗戰 安全風險升高 各大校長舒仲化想要勸退學生 同時改全面線上授課 要保護猶太學生的安全 提供全報導 至於在東北亞的局勢方面 為了要跟美國跟南韓的聯合軍演互別苗頭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他首度領導了一個核反級的模擬演訓 官方媒體有大篇幅的報導 在裡面甚至就提到 現在這個北韓的火箭炮射程範圍 是涵蓋了朝鮮半島整個島嶼的 不過南韓隨即也打臉 他們認為這個說法誇大不實 超大型多管火箭脫離彈艙 後燃器噴射濃煙 北韓秀出移動式發射車 展現核武實力 首次模擬核反擊戰術訓練 應對國家可能面臨核戰 威脅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親自作證 演練指揮核子觸發器系統 北韓官媒大肆宣揚 宣稱針對韓美年度飛行演訓 強調多管火箭炮擊中 離平壤352公里的島嶼目標 換言之等於朝鮮半島全在 炮兵部隊射程範圍 此話一出火速遭南韓軍方打臉 這款火箭炮被稱為KN-25 短程彈道飛彈 美韓分析是專門 針對南韓的武器 日本對此同樣強烈譴責 但平壤當局擴張實力不止如此 亞馬遜和HBO製作的 多款知名卡通動畫 外包廠商被發現 背後其實是北韓 竟用中國大陸公司 以此躲避國際制裁 繼續進行商業活動 TVB新聞怎麼到 再來看美國加州的治安是多差呢 竟然歹徒是趕在太歲椰上動土 他們這一次呢 竟然是闖空門 闖進了洛杉磯的一名女市長家中 不過幸好當時這名市長 趕快帶他的家人躲到避難市去 才逃過一劫 而這名嫌犯已經被捕 洛杉磯女市長凱倫巴斯的官邸 蓋地別墅成為歹徒鎖定目標 一拜天清晨6點40分 29歲的男子亨特打破市長住家的玻璃窗闖入 當時洛杉磯市長一度躲到避難市 幸好全員平安 目前只知道被逮的男子有襲擊和毒品前科 不清楚為何會鎖定市長的住家 倒是附近的居民都感到惶惶不安 事實上洛杉磯市長已經不是第一次住家被闖 他先行的住所也曾被歹徒入侵 當時他才正在競選還是眾議員身分 近幾年加州搶案更加猖獗 除了有精品店光天化日被砸 還有藥妝店被偷怕將玻璃櫃上鎖 2022年前眾院議長裴洛西在舊金山的住處 也曾被歹徒闖入還打傷他的丈夫 顯示加州的治安不只衝擊小老百姓 連達官險要都要提高警覺 電新聞綜合報導 而其實美國警方有注意到一個 對治安有不良影響的現象 就是在TikTok上面 也流行一個拿槍來恐嚇人的這樣的流行 而美國政府之前也非常擔心 TikTok背後有大陸的資金 會造成美國的國安危機 眾議院現在通過了一個 TikTok必須易主的法案 如果TikTok沒有在期限之內找到新買主的話 那這個軟體就不能夠在平台上上架 現在端出做事嚇人 雖然拿的是假槍 但恐怖程度破表 難保不會嚇到心臟病發 美國高中生在短影營TikTok流行的新挑戰 引發爭議 年輕人間假裝刺客的遊戲 儘管大多是虛驚一場 不過就怕被誤會當成真的武器 而TikTok現在也遭美國國會出手 因為被認為和中國大陸資方掛鉤 資訊外洩恐造成國安危機 就在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大陸前夕 眾議院通過新方案 TikTok不換老闆就要開閘禁止上架 而第一時間跳出來反對的就是 美國富豪馬斯克 抨擊美國政府限制言論自由 不只美國 歐盟也在研究TikTok可能帶來的風險 但問題是不少歐洲政客 本身就是TikTok的愛用者 由於年輕選民愛用社群 歐洲政客都喜歡使用TikTok和選民交流 一旦禁止使用 恐怕將造成很大影響 TVP新聞得不到 而其實美國的眾議院上個禮拜 才通過一個援助台灣的法案 而在本週這個參訪團立刻就來到台灣了 而副總統賴清德也親自接見 他也提到呢以後自己上任之後 會延續蔡英文政府的外交路線 捍衛台海和平 國費總統主義 主義握手致意 副總統賴清德 接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訪問團 520就職前會面美國智庫 強調未來延續蔡政府外交路線 我們會堅決的堅決的維護 台海的和平現狀 上午CSIS訪問團先拜會總統蔡英文 不過妙的是陪同蔡總統的是外交部次長 謝武喬 但陪同賴清德的反倒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難道是特地安排讓準國安會秘書長 和準總統提前建立默契嗎 部長每天的行程都非常的滿 那如果部長行程衝突的話 就會有次長來協助 外交部幫忙澄清 因為總統接見CSIS的同一時間 吳釗燮陪同賴清德 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跨黨派訪團 上週才通過友台法案 這週就來台 賴清德開口先表達感謝 將強化西太平洋民主島鏈 嚇阻威權勢力擴張的能力 確保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2.24國安緊急補充撥款法案 總額953億美元 拆分為對烏克蘭 以色列以及台灣三案 其中有關台灣的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 81億美元當中 21億美元是外國軍事融資經費 19億美元提供美國國防部回補原台軍備 以及教育訓練 強化美國的一個軍工的生產力 武器炸藥 以及強化美國在這地區裡面的軍事上的部署 外政府上任前夕震鋒台美關係45週年 美方用具體行動展現堅定捍衛台海安全 TVB的新聞 烏克蘭陳仁廷台北長報道 剛剛線上的朋友有反映 在稍早發生地震 我們現在有更多最新的訊息 確實是在稍早的9點29分 是發生了瑞士規模4點1的地震 這間央是在花蓮縣的近海 那一樣是潛層地震的 深度是只有6公里 關於各地的震度部分 在花蓮是四級 南投是兩級 宜蘭跟台中分別是一級 這是剛剛地震的最新訊息 不過這兩天的餘震 很多人就在討論 是不是早有一些徵兆呢 比如說有民眾呢 就在美倫西的河畔 看到一大群的昆蟲馬路 那另外呢在旁邊 您看到的這個照片呢 是有民眾在海岸線目擊到 天空迅速閃過亮光 水泥地上密密麻麻 猛然一瞥 嚇好大一跳 這全是突然算出 成群結隊的馬路 被拍照的時間點是22號 晚間7點多 地點就在花蓮美倫西旁 祭祠路附近 經常到附近晃晃的民眾都說怪 而且時間點多麼巧合 應該有吧 之前我們幾乎天天在這邊 散步都沒有看到 對 它不只這一區 另外一區還有 因為另外一區太暗了 我拍不起來 只有拍這個 在陽庭旁邊那邊 燈光比較亮的地方 畢竟0403強震發生前 也出現過類似情況 所謂大自然的能量 在22號晚間10點多 也被人發現海岸線那頭 出現一響而過的亮光 從七星潭 南兵守望哨 望過去都被監視鏡頭捕捉 是震動波導致區域上空 出現地震光嗎 感覺這樣的巧合 就很容易去做這樣的聯想 就是因為之前好像也有 類似的這個情形 那當然人家就會產生聯想 但事實上這個不是 因為那一天的一整天 從上午一直到下午 甚至到晚上 北面 花蓮的北面 甚至到秀林以北 事實上整個後面雷移才通過 所以那個雷移的閃電 那是非常清楚的 專家替大家示疑 不過確實也因為這些鏡頭 補助不少瞬間 當然包含地震發生大象 23號上午8點04分 花蓮沿海這起規模5.8的地震 鏡頭均耐不住搖晃 撐著撐著 瞬間低頭 只拍到下方木站道 而時間再拉回到半夜 其實它好幾度都是望向遠方 卻因為餘症好幾度hold不住 鏡頭通通在線上放送 敬業程度可說一等一 TV群 六位華高速網上部區 花蓮報導 而本來很多人在猜的是 地震對台股有影響嘛 不過其實受惠於美股的 四大指數進揚 加上超級財報週 所以台股呢 今天一開盤是一度大漲300點 而在台積電的部分呢 是一度上漲了將近19元 而中廠呢 加權指數是上漲188點 說在19599點 台股不畏最近常發生的地震 今天是以19564點開出 早盤維持在高檔震盪 一度是上漲將近300點 受惠超級財報週即將登場 美股擺脫6連點 影響會達漲4.35% 台積電ADR漲1.61% 帶動台股早盤紅彤彤 高點來到19709點 雖然隨後有下收趨勢 但還是在高檔震盪 最近這幾天 其實跌幅相對長來講比較重 第二個 台股的部分 目前也跌到季線復興的水準 所以跌升之後 運量反彈 地震頻傳在新竹地區很有感 連續偵測到三級震度 台積電一度疏散 園區人員 陣後無大礙才趕赴產線 根據台積電的聲明指出 常務及公安系統都正常 人員均安 目前不預期對營運造成影響 23號股價再噴 一開盤就漲19塊 最高點來到761元 中場現在是在它的 所謂的一個現金資產部分 我想短線影響會有 不過中場前的部分 其實對地震 對股價的影響是不大 產製的品質也獲得國際青睞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接受訪問時說 我們擁有 世上最先進的半導體 而這我們也包含台灣 根據報導指出 美國的IC設計很強 不過實際上都不在美國本土生產 這些最先進的晶片 九成來自台灣 利多消息也帶動半導體族群進揚 南亞科漲1.63% 聯發科漲1.55% 連電有0.2%的漲幅 另外蘋果公布2023年度的供應鏈名單 台廠有兩家貨納入四家被剔除 其中南電重返供應鏈的名單 聯永 南亞科 嘉澤 還有太鼎科技都遭到剔除 別的新聞 楊順明傑 台北通報道 而地震發生的當下 做父母的當然會最關心小孩 藝人楊宥寧跟林心如就透露 在地震來行搭下 趕快去確認孩子的狀況 另外是香港藝人劉俊謙他透露 2022年在台灣也碰過地震 當下還以為是隔壁鄰居在裝修 一陣天搖地動 吊燈大力搖晃 就連房子也不停發出聲響 藝人楊宥寧化身奶爸半夜餵奶 沒想到卻遇上強症 同樣身為人母的林心如 事發當下反應超快 然後看電視 不然我們就超害怕的 趕快把小孩子載到那個 載到桌子底下躲起來了 就怕地震嚇壞孩子 然而遇上這樣的強症 香港演員劉俊謙來台宣傳 住在10樓以上卻是老神在在 原來已經快習慣 在2022年的時候來台灣拍戲 剛剛開始已經有試過 但是第一次沒有 因為我香港沒有提升 所以我們的體感就會很陌生 然後第一次搖動 我以為是鄰居或什麼 中修嗎 有 中修 你在修什麼 幹嘛 為什麼 為什麼 半夜 半夜裝修 另一頭的林鄉也住在高樓層 對 今天早上我在俗話的時候 就咬了三次是那種滿有感的 因為我自己住比較高樓層 所以真的是滿晃 那個吊燈就是這樣子 已經將近90度都在搖擺了 好可怕喔 一個晚上實在搖得太平凡 通常的韓瑜則表示 經歷地震後都會先穿好衣服 以備隨時逃生 但楊麗金卻是有家歸不得 藝人楊麗金PO出照片發文 表示老家在富凱飯店對面 自己一夜未眠不敢回去 老家圍起封鎖線 只能先安排媽媽到台北贊助 無奈說這是雙親奮鬥一輩子的資產 請老天保佑 另外啦啦隊成員奶昔 則是吃飯到一半碰上地震 直接被嚇到躲在桌子底下 超猛反應也讓網友笑翻 但同時也大佔他的防災意識 TVBS新聞 謝文翔 周玉峰 審視偶綜合報導 而地震發生 我們都希望是不是能夠 提前預知來做準備呢 有一名18歲的高三男學生 他就研發出了一款地震的警示APP 這些資料呢 其實都是來自於地震側報中心 而氣象署也說呢 非常樂見像這樣子的系統 在民間百花齊放 能夠提供民眾更及時的氣象資訊 幾天地震很多人抱怨 沒收到簡訊的國家級警報 但其實必須要預估 您所在第四級以上 及規模五以上 才會接到通知 但如果您也想自己 下載其他APP的話 像是地震速報 上面不只有即將到來的急速 還可以預估時間 台灣地震速報 可以提前30秒通知地震抵達時間 還有預估急速 也能看到歷史地震報告 除了可以調整警報位置 警報震度 防止小地震被炒 資料來源來自七項署 目前只開放給iOS系統 0403地震後一週內 累計30萬次下載的APP 開發者是年僅18歲的高中生 林子佑 因為對地震很有興趣 用課運時間約一年半 原本用數位拍攝機 改用電腦全是自學 或網路論壇詢問 最後再由任職 陽明教大工學院長的父親 協助上架 面對這種很嚴重的災害 我覺得寧願誤報 也不要去做太保守的觀測 因為太晚 晚一兩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傷害 提供他一些小小的建議 他做出來之後 把他移轉到一個比較 就是一般的電腦上面 還有一款DPIP APP 能設定提醒的所在地 查看當下地震震度 回看歷史報告 資料來源是民間的TREM 但TREM也是和氣象署拿資料 也是AOS系統可以使用 用安卓的人可以載這款 KNY台灣天氣地震速報 APP 也可以顯示各地震度報告 也能調整警報位置震度 資料來源也是氣象署 另外YT上也有台灣地震監測直播 不同的是可以看到即時播行 也有兩分鐘推算鎮央規模 而三號星辰 最多一次湧入觀看17萬人次 地震中心也說 資料都是氣象署無償親約提供 希望民間一起推廣地震資訊 TV新聞 宣布局曉政人 台北CIFE MUTO 而台灣的地震 其實日本也非常的關心 像是日本的氣象廳 也有測到凌晨的地震的規模 他們測到的比較大是6.6 那另外呢 沖繩的本島 宮古島 跟八重山地區呢 可能都會出現輕微的海面變動 不過因為呢 不會超過20公分 不會有太大的損害 所以其實是沒有發布海嘯警報的 那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 林芳正也很關心台灣 他就說了只要台灣需要 日本政府會做必要的應對 已經做好要來支援台灣的準備 也再一次表達對台灣的慰問 那當然也不只有日本 其實呢 日本福建的網友也說 台灣的地震他們也是有感的 有的人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幻覺 感覺到呢 真的也在晃動 甚至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好 那當然呢 大陸 日本之外 美國CNN也在關心台灣地震的最新資訊 他們甚至還提到 除了地震之外 或許我們要小心暴雨 因為目前呢 在廣東的這個劇烈降雨 下一波可能就會直撲台灣人來 花蓮地震從22號晚間開始 15個小時內發生180次餘震 整夜震不停 也讓外國媒體再度緊盯狀況 發生一連串的餘震 包括新加坡亞洲新聞台 澳洲Nine News 紐約時報和美國ABC新聞台等 都跟進持續追蹤地震消息 大陸媒體同樣密切關注 台灣花蓮是在6分鐘內連續發生了 兩起6級以上的地震 我們在台北也是震感非常強烈 在睡夢當中是被地震所搖醒 台灣短時間發生多起地震的相關討論 更衝上了微博熱搜 不止如此 氣象專家還警告 造成大陸南方廣東 淹大水的50年一遇暴雨 接下來恐怕將撲向台灣 只是這場暴雨 專家說來的有點過早 逐漸邁向美雨季節 從定量降水預報圖上 可以看到台灣西岸幾乎一整片紅紫色 也就代表接下來5天內甚至10天內 恐怕會降下250到500毫米的雨量 提醒民眾要隨時保持戒備防範水患 TB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強震的受災戶呢 統帥大樓的住戶可以說是欲哭無淚 這棟大樓呢 它的屋齡大約是27年左右 而地上有10層樓 所以總共是有百戶的住戶 那以價格來看呢 歷年的成交單價大約是在最便宜10萬 最高呢25.6萬元 而在今年的年初呢 才有人是花了738萬買下這棟大樓 現在都還在付房貸 不過沒有想到呢 竟然就發生到地震 甚至呢已經無家可歸了 不過按照這個情況 其實法規是規定 已經簽約碰到強震的話 可以要求返還價金 但交屋的話 恐怕呢 房貸還是要照樣繳的 而另一個現場來看呢 是在這個飯店拆除的部分 立委傅崑奇也在現場交給曹教仁 傅凱飯店因為今天清晨的鯉鎮 讓大樓傾斜更加的劇烈 就怕傾斜程度繼續擴大 一直到今天晚上為止 都還在陸續進行填土作業 預計5夜12點鐘 現場會撤離 但明天早上會繼續動工填土 前花蓮縣長現任立法委員傅崑奇 也來視察 意思來聽 兩次的大地震 再次的證明 花東人民為什麼回家的路 是如此的遙遠 如此的不安全 今天我們看到鐵路也斷線了 而更重要的是 在蘇花蓋通車以後 過去對蘇花蓋有很多意見的人 現在都在走蘇花蓋 而經過兩次的大地震 如同921一般的強烈地震 我們的蘇花蓋不管是長隧道還是橋樑 安好如初 我們台灣的高鐵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韓國醫院長再三的表達 環島高鐵必須要來興建 國道六號中橫的高速公路 必須要來打通 更對地方息息相關的 花東快速道路蘇花岸 都應該要做好 台灣島就這麼小 但是最基本的基礎建設 都沒有來完成 這對台灣人是莫大的羞辱 由於目前填土工程已經填到6公尺高 明天會繼續填到8公尺 土如果填得高就不用架鋼樑 至於混凝土破壞件大割機 晚間10點左右會移動過來 11點就會破壞混凝土 明天早上阻壞手預計後天早上8點 開始由上往下拆除 參加直播